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豹子水方常有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信兄弟的训练基地 今天是1月18号 是他们春训的一个礼拜 他们后面大概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进入到所谓的热身赛 所以因为很多春训春训春训 但是你不知道春训他的训练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就带大家透过萤幕了解 职业球员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 还是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全程还是会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我们的训练要抓好 那怎么是春训啊 春训顾名思义就是春天的训练 我们再讲回去到秋训好了 他就是在修正以前 从小点下第19号变量á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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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野手在做外面的活動操 這是教練 減肥 那邊就是投手 我們目前所看到投手分了兩組 一組在這裡練習先制 另外一組在後面牛棚那組 就是所謂的投手練習區 這一些球員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坐在那個休息室裡面 在協助練習的球員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功能 可能會投給野手做打底練習 有可能野手打出一個球 他們幫忙撿球 現在的分工越來越細緻 讓球員可以專注在他們練習上 對於他們訓練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衛球投手有讓專門的學生去投 第一他們也可以訓練 第二職業球員 他們可以更專注在 他們當下要做的事情上面 球隊會比較順暢 他們現在在做傳接球 其實他是個熱身 不過你可以注意看到有一些選手 不僅他只是個傳接球 他還可以練習他接球拿球的動作 這個其實在很小很細微的練習 這個就可以去練習 不一定真的要在手臂練習的時候 才可以練這些東西 讓這個簡單的熱身傳接球 變成不僅只是熱身傳接球 這很重要 你可以注意看到 他們那裡有擺標示筒 他要讓選手知道說他要丟到那個距離 那個距離可能要丟平的或是丟高的 把這個傳接球熱身給大家一個時間 一個距離一個目標下去做練習這樣 這麼長的距離啊 其實你要把球丟得平 丟得有質量 必須透過這樣子的練習 來去做練習 那你在比賽中 你才有辦法丟出 比較有質量的球 就是一昧的 要丟很遠很遠 結束之後會有一個快傳 快傳就是內野手很重要的嘛 待會出來的時候 以你自己的離點的距離 下去就好 我跟你講 但重點是不要卡到就好了 動作 技巧 然後中間的速度稍微降 GO 他們現在這跑壘訓練 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是有攝影機 用比較科學的方式 讓選手了解 他的跑壘有沒有多餘的腳步 或是跑歪掉了 再來就是這個跑壘 捕手他也是在做訓練 捕手教練也是拿著馬錶在那裡 計時要捕手的阻殺 秒數 能力 然後投手練習牽制 其實相對來講 這個東西是需要團體做配合 那如果一般的業餘的觀眾朋友 可能就會比較難 去做到這樣子的訓練 你可以做的是 看他們專項 他們是怎麼樣去做練習 他怎麼跑壘 捕手他是怎麼樣去接球 怎麼去拿球 怎麼樣的腳步 你們可以學的是這些東西 但是今天帶給大家的是說 職業選手他們因為是個團體 時間又有限的情況之下 他們要怎麼樣把這時間濃縮起來 讓整個訓練是比較 運作會比較順暢的 這是目前看起來最有效率的一個訓練方法 那這個就是一個跨部門的一個整合的訓練 每一個部門他們有他們的細項 這個細項我們也都有拍攝成影片 我們會盡量的去拍攝更細膩的部分讓大家知道 基本上喔 教練的安排都會盡量讓大家 尤其在這種團體練習的情況之下 會讓他每天都會去訓練到 假設我訓練ABC 明天可能我兩個會交換 也有可能在同一天做交換 就是一天練太多東西 對於選手來講 第一吸收可能沒那麼好 第二如果造成了太多的疲勞的話 效果反而不好 但是這個東西要因應每一隊 他們會有他們的政策 所以教練在開訓練會議的時候 這個東西他們都會考慮進去 都會去做計畫這樣 新人跟資深球員會分開練習嗎 團體訓練不會分開 其實你可以看到 中間兄弟正宗比較資深的球員 比較有經驗的球員 周思琦 王聖偉 張志豪等等 他們其實都在他們的分組裡面 年輕球員做什麼 他們就做什麼 這就是團體 如果在私人的訓練 例如五位前的經驗 你今天練完了 那晚上可能會開放 特別打擊練習 或特別守備練習 讓選手自己去填寫 今天想要特別打擊練習 那我就寫上去 就會有教練在那個時間點 來協助你 去做那些你自己想要加強的部分 教練我剛剛看他形成表 發現他們真的是 按照時間一步一步走的耶 因為時間的控管 這掌握在教練手上 今天你如果一個delay的話 你後面也都會跟著delay 它會有一個連鎖效應產生 對選手來講 他會增加疲勞 這樣子的結果會是不好的 所以時間的管控方面 他們是做得很好 所以時間的管控方面 他們是做得很好 比較年輕一點 那這也就是一些比較基本的熱身 就是所謂的打網子的訓練 他打網子趕快放 為什麼說這一組是長青組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前面麥當勞 後面地中海的在這裡 好險不是打到我同學 我同學少了頭髮的保護 好險 好了 這是什麼 我可以做的話 我可以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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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可以去練習判斷說 這個球打到那裡 那我的速度我可不可以往下一個雷包做推進 這個時候跑雷者他對自己速度的認知 就非常重要 這也是在練習 那對於跑雷指導教練也是在練習 因為他會去了解你的速度快不快 你比賽遇到這樣的情況 就要這樣判斷的時候 你就可以輕而易舉 因為你在這個時候你已經有用心在練習 你會發現都是透過聲音在喊 要丟哪裡 就是告訴接球者 因為接球者他看不到現在他要丟哪裡 所以他必須透過聲音旁邊的告訴他 他現在要丟哪裡 加油加油加油 各部門教練他都在指導他的選手 他會很即時的就立刻當選手指導說 這個球做對或是不對 那不對的話要怎麼樣修正 他這裡有一個小的訓練內野的場地 他們現在利用裡面在做暗號配合的空檔 內野手拉出來這裡獨自的做訓練 其實這就是場地多的好處 這個訓練基地的配置算是台灣現在 目前看起來是最好的最完善 其實外野手在外野的位置 也有在做外野手的手背訓練 他們就抓緊時間來訓練這個外野的接球手背練習 你看這個老鳥向腿 這位陳江河教練 我告訴你他在大學的時候 那我還是國中生 那有一次他們在打那個世界大學棒球邀請賽 在台南 啊我是球頭 結果學長那個時候他負責顧球 結果他球放在飯店 他就很慌 那時候我就來旁邊他就叫我 欸欸欸你那屁股幫我拿一個 一大球在大廳那裡 我就起不想說 回去幫他拿 結果他說 欸我拿什麼手拿給你 他到職業了 看到我說 你還記得你國中 叫一個學弟拿球嗎 說要給他砸起手套 我就是那個學弟 我沒有拿到 我有拿 是他從學拿走 所以不是學長的問題 那我們的誤會 就從進到職業 相認之後我才 喔原來是這樣 現在只要看到我 他就說欸 要不要彈手套 我在職業的時候 學長雖然我們在不同隊 但是他真的很照顧我 因為我們一樣都是台南人 多多支持啊齁 龐長泳 多多支持齁 學長真的非常有趣 就是一段小故事 就像 關大園一樣 那個其實也是又有一段故事 就是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那我們有一次跑體的人很累 結果他的水放在那裡 關了然後他就喝了 因為太渴了太累了 結果就被他發現 欸我會水欸 哈哈哈哈 從那一次開始他就叫我偷喝水 哈哈哈哈 打棒球也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但是打棒球的人 我覺得很好的是 大家都不會是細醜 大家學長都是很照顧學弟 所以雖然有學長學弟制 但是到了職業到了大人成人 大家就是互相尊重 不會再有 欸你去做什麼你去做什麼 當然 大家互相尊重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中心兄弟的春訓 早上的部分 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那其實他們早上做了 基本的打擊 手臂練習 那投手 剛剛有幾組有進去牛棚 那還有一些 投手的手臂練習 還有野手的 互相的配合 我們剛剛看到他們 整體的練習 還有他們最後有一些暗號的配合 但是暗號配合 我們沒有拍攝 是因為我認為說是球隊的機密 所以我們就不去做拍攝 現在看到工作人員已經開始在架車的網子 那他們下午會有所謂的特打跟特守 那個就是加強了 這些人員是怎麼來的 有可能是教練殖民 可能是自己填寫 不知道 因為沒對著球風 我不知道 等一下有機會的話 我們下午再問一下 那現在中午時間 我們要去吃飯了 我早上7點來到現在還沒吃到飯 現在的時間是1點半 那其實我們剛剛還吃飯 那我出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練成這樣了 你看球已經打那麼多出來 第一張都是球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下午的練習就會比較著重打擊練習 要沒有像那種 早上那種團體 大家一起配合訓練的東西 可是你看 現在這裡有一群在跑了耶 那他已經在打擊了 外野有外野手在練習手臂了 各自去取你自己今天要練的東西 當然教練會安排 可是也是會有分組 其實就野手來講 他需要跑了耶 他需要打擊 他需要手臂 所以每項東西都要練到 頭手相對單純 頭手他就是訓練投球 所以我們看到 有可以投又可以打 像那種大鼓祥品 那種頂級球心 那種球心就很不得了 他變成他會花雙臂的時間 來訓練 他有辦法有這麼好的成績 時間花在哪裡 成績就在哪裡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他旁邊有一組拋累 那這個訓練會訓練什麼 其實他可以配合打走 那打去哪裡 那他們做球飛到哪裡的反應 也可以練習倒雷啊等等 很安全啊 前面有架網 出發球會打到你 現在正在進行就是特別的手臂練習 你看又是在這塊場地 這塊場地多好用 再多 再好的美肌手臂 都是透過這些結管工作來的 所以不要看他們電視上在那邊 跳啊丟啊 五星級的動作 也還是都設定就行 也是一百克 所以是一顆一顆鼠這樣 對啊 當天也是蠻適合的 為什麼 他離地面比較接近 呵呵呵 呵呵 喂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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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那麼酸 呵 OK 我們現在採訪到我的好朋友 許豐冰巡教練 他今年也到了中信兄弟這裡來服務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中信兄弟的訓練時間是比較長一點 是 那你自己剛投入到中信兄弟的訓練裡面 你有沒有感覺有什麼比較大的差異性 基本上這裡的訓練的時間是比較長 可是相對的它節省掉很多移動的時間 如果沒有像這邊有這麼完整的基地 那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要移動到球場 練完還要移動回來 車子的移動成本 你就要計算繼續 再來就是這裡有餐廳 所以你的四餐 它全部都幫你供應好 所以你也不用再去想說 練完球要吃什麼 或者是結束了之後 我要回家的路途上 或者回宿舍的路上 我要去買什麼回家 省掉的話 它就是可以拿來做訓練 因為你坐車移動的疲勞 對你來講也是一種負擔 可是在這邊 你少掉這些負擔 那你可以把更好的身體拿來做恢復 因為恢復的地方也直接在裡面 不管你是治療室也好 水療室也好 它就直接在後面 那你想要再做加強的話 還有夜訓 夜訓的話它有室內打擊 可以開燈很方便 因為宿舍在旁邊嘛 你用走路的都大概三五分鐘 所以你會覺得它拉得很長 是因為它太方便 所以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謂的日式的訓練 我這樣看起來好像也是有對資深的選手 讓他們自己調整的空間 是這樣 應該這樣講 定常它的訓練是 就是很紮實 但是它對於一些 年輕選手的要求 會比較嚴格 因為他們還不知道 這個know how該怎麼做 所以他們還沒有想法 但是你在這個時間點 是由你來幫他們安排好 讓他們去習慣 習慣之後變成他們自己的東西 可是老將已經有自己的團隊在走 他有自己的一套東西在運作 所以我們給他的是大方向 這個大方向就是團隊的配合 那團隊的配合走完之後 額外的小部隊 我們要拉的是這些年輕選手 不管是觀念也好 動作也好 可是對於資深的選手來講的話 他可能需要的是更多的恢復 或者是更多的輔助的訓練 持續的再加強的話 有可能反而是對他造成過敗 反而是返校的 那我又發現啦 鍾慶兄弟的分工都非常的細膩 我對於會議的時候 就看到尤其防護員 還有後勤部隊 甚至商區上面看到廚師 真的是每一個環節 都做得非常的準確 這邊人員是很充沛的 棒球是團體的 讓光環相控 每一個人都有他都工作 然後把它串連起來 把這個村序 把它做到最後一支 相對的你才有辦法 維持一整齡的戰力 嗯 這裡就是體能訓練區 在做一個循環的體能 你看 沒有 又來到動物園 他們應該是分了很多站 那一站可能30秒 不過一分鐘我不知道 當然就是到我之後休息一下 再換到下一站 所以等一下幾秒後 再等他們做完 又會看到星星 那體能教練 你看他手上拿馬表 馬表計時 時間到了 就大家再來 這樣 他真的看起來很累 這很累 這真的很累 這真的很累 當教練喔 有一個很爽的地方 就看人家在那邊很爽 越爽我越爽 要拉出來喔 這個馬表壞掉了 太帥了啦 你現在還有辦法過一輪嗎 不行 我偷學起來 草爺的140 第二季 就讓他做 片子要存起來 他會筋 那個人在深山裡面 在呼喚他的同伴 第二組 結束 他有簽 他累到都流流水了 其實像這種訓練 接近比賽的時候 他的數量會越少 你必須把你的肌力都做到了 因為你會發現 這個除了你的心肺之外 還有你的肌力 還有爆發力 在這裡全部都做得到 這是所謂的功能性的訓練 你會發現很多東西其實 或是很多動作在一般的健身房 你是看不到的 這就是比較符合棒球 會用到的肌肉 肌群的訓練方式 像那一顆 它這樣子 它就是讓你兩邊的腹肌的X型 你的處理方向跟你出力的爆發力 剛剛在介紹的那個 這樣轉的時候 你的肉就會滴出來 因為你現在沒有腹肌 你看 重量訓練是自由訓練的 對 他們教練應該會開菜單 就補每一個選手的菜單給他們 就莫名其妙到晚上了 從天微亮拍到天黑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夜訓了 今天的最後一檔 你看起來也很累了 老實講 我真的也蠻累的 現在6點20而已 已經有選手來到這裡 開始在做自己的訓練 那這個時候就是 特別在增加打擊的技能 中興兄弟的開肚前鋒 郭文成 他在這個時間點 他也在打屁座 雞鴻他也是在打熱門用拋的 我們一直在講 這些基本的東西做好 那你在比賽中 你自然會有好的表現 基本功打得越扎實越好 我們請到了這些 隱民現場 今天是二軍總教練 是是是 二軍責任也是重大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是 比之前責任更重大 必須跟一軍的教練有 比較密切的聯繫 二軍的選手的狀況怎麼樣 其實一軍的教練是看不到的 甚至二軍總教練還要 時時刻刻關心一軍的戰況 今天可能有誰受章 那明天可能誰要上去 二軍總教練必須要有 東西給一軍總教練 對 是沒錯 就是二軍的球員的一些狀態 他們調整的如何 都是一個重點 那隨時把資訊丟給上面的 其實總教練最需要了解的 就是球員的近況 他近況是怎麼樣 比方說他現在缺少一個外野手 那我們要怎麼樣 短時間去提供這個意見 這個都是要靠總教練或教練這邊 去跟一軍去做一個連結跟分享的 那你自己的心態有沒有做些什麼改變 其實我還覺得在一軍壓力是蠻大的 因為這幾年都是站在三壘支導員的位置 其實三壘支導員大致上就是跟 軍的先發球員是一樣 他一定都是要在戰場上 而且要不要得分 得不得分 都是操縱在我的手上 那當然我們要以專業的判斷 然後比數也好啦 球場上的一些狀況也好 融入之後再去判斷說這個分數要不要回來 其實當下只有在可能不到一秒的時間 你就要去做好判斷 這個我要替所有三壘支導教練說一句話 有時候不要太去苛責他們所做的判斷 其實他的判斷往往就在那零點幾秒而已 我想說的就是說 因為我身為球隊一個 要得分的一個關鍵的一個 站的一個位置 其實我相信我比球迷 甚至球員都還要想要得分 想要做好 讓球隊贏到最後的勝利 這一點是無可厚杯 但中間一些過程當然做得不好 我們也一定會去檢討 甚至我自己也都會很自責說 當下這個點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失敗了就去檢討自己 那成功了 那這個點 下次我們要怎麼樣再去維持 這其實都是在賽後 我個人會去做好這個檢討 其實今天不只是球員在練習 我們在早上團體的配合默契練習的時候 有看到今年的一軍三壘指導員 陳江河 對那他也是有在那裡做練習 其實我相信這個位置其實是不好當 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是總教練 打擊教練 投手教練 但是其實三壘指導教練 在我心中 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教練 這個職位 就是 新的一年 那當然也是今年第一次接下這個職務 那我也知道這個責任很重大 那我也希望球迷能夠用更多的鼓勵 因為畢竟 二軍這邊就是很多的年輕球員 有潛力的球員 他們需要的就是 除了場上 他們要去承受一些失敗也好 或者是勝利也好 他們最大的動力就是 球迷去鼓勵他們 或者是到現場替他們加油 這一點就是讓球員有更大的動力 在球場上發揮 那也希望今年 這些球迷 不管到一軍 或者到二軍來觀看我們的比賽 都能多多替他們加油 打氣 林教練 請問一下 你對於今年二軍 你有什麼樣的規劃 基本上這些態度 禮儀 禮貌甚至紀律 都是要再繼續維持 接下來還有兩個任務就是 怎麼樣幫他們調整 比賽的節奏 制應 一軍的強度 一軍的張度 這也都是接下來的一個任務 那這些新人 從不太懂整個職業環境的一個訓練的規劃 那慢慢的怎麼樣進入這個軌道 那建而在利用一些比賽 利用一些調整的方式 幫他們做調整 幫他們做精進 然後幫他們提升經驗 其實這個才是一個 二軍養成的一個重點 給予選手足夠打習術 而且是有規劃的 慢慢的讓他們成長 林教練 我在球員時期他很照顧我 那他剛剛要訪問之前說 叫我要跟他一樣高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禮拜五的腳 我是站在我腳很痠啊 哈哈哈哈 好謝謝林教練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哦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我們過了一個非常 不一樣的春訓 那我們也為什麼要來拍攝這個春訓 因為我覺得夠特別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春訓的內容沒有對與錯 這個也不要有什麼論戰啊 誰比較好誰比較不好等等的 這是把各個不一樣訓練方式 那把它呈現出來給大家 一定會有好有壞啦 那最後我們讓成績來說明這一切 因為每一個選手 他一定會有他適合的方式 我覺得很好的一點是 他這麼緊湊的一個訓練 他把所有訓練用得到的東西 全部都整合在這個訓練基地裡面 那選手可以更加的全心投入在這個訓練裡面 會有這麼長的時間啦 其實對於年輕選手 剛進來職棒這個環境的選手 我覺得有必要這樣子做 快速地去指導他們 去讓他們了解職業環境是怎麼樣的訓練 因為職業就是殘酷的一個舞台嘛 這個球隊雖然是主打日式的球風 但是其實他對於比較資深 比較有經驗的選手 他們還是抱持一個開放態度 所以他們也是給他們很大的空間下去做調整 所以其實我今天一整天觀察下來 他也不是說非常非常像我們印象中那種非常日式強悍的那種教學 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把它呈現出來給大家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資深老將 教練團給他們的空間其實是蠻大的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透過影片讓大家知道 有時候他不是今年就看得出成果 有可能它是一個長期的五年十年的一個規劃 這是需要累積的 對這是需要時間來慢慢累積的 對還有一點就是他們今天的訓練模式 早上都是團體的默契配合 那下午就是一些比較個別強化自己自身能力的訓練 所以我覺得這個規劃是很棒 他們教練團白天還沒訓練前就已經開了一次會 訓練後又開了一次會 所以他們對於每天的訓練 每天選手的疲勞程度訓練方式都有十足的掌握性 而且也都隨時在做調整 好那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天生的拍了十二小時 拜託訂閱一下 影片播出的時候可能頻道會也也開啟幫我加入一下 好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真的是拍完